你这刚去 不是 你这刚去怎么又突然回来了 看你那身埋的样 直接躺床上 不躺床让我躺哪儿啊 躺地上啊 你 合你意了吧 你是猪啊 躺地上大棍 在我爹眼里我就是头猪 你说说 他先是把你一脚踹到北京去 让你考保定军校 咱好不容易考上了吧 然后又一脚把你踹回来了 这什么意思呀 这不白忙活吗 我还不是逢庸呢 他爹从大牢里出来 无关无绝 可儿子清静啊 那一身衣服穿着 漂亮啊 这给我羡慕的呀 保定上 保定军官上 你知道吗姐 让你去考 自有让你去考的道理 让你回来 也自有让你回来的道理 什么道理啊 什么道理你说 什么道理 这不是阴谋诡计吗 说阴谋诡计 那是夸他 简直就是低脾流氓 你又胡说 那是你爹 就因为是我爹我才羞啊 说好了帮着直戏惋戏 入关平定局面 这要完了军火 要完了军饷 翻脸就不认人 哪有这样的呀 还把咱们奉军的头等功臣 杨宇婷和徐树征 从头儿录到尾 录完了还不算 还羞辱人家 这叫什么呀 卸磨杀驴 这一脚把我从北京踢回来 感觉我就是老段安排在凤军里的一颗炸弹 这不是耍赖吗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刚才三奶奶和老爷大吵了一架 现在人不知道哪去了 可院都找不着 行了知道了去吧 是 干啥 别闹了 快起来吧 家里出事了 出啥事了 三房跟你爹大吵了一架 现在院子里找不着人 失踪了 别是我爸手底下那些溜须拍马的人 把我三妈妈给做了吧 你瞎扯啥呢 一日夫妻还摆着恩呢 我爹做不出来我当然相信 可是他手底下不是还有那些 那些人吗 这你们父子之间 就这么的互相不信任 幼稚了吧姐 我爹是干嘛的 当年那是一马的 那年倒是但凡有马的 都是杀人越后的匪徒 做点个人算什么呀 我没马 帅爷 还听点什么吗 这玉境很好了 你忙你的去吧 这没你什么事了 哎 帅爷都是我不好 三太太要提前值钱 我没同意 所以她才发了那么大的火 连累了帅爷也跟她受气 我有罪惹些这样不堪的局面 起来 起来 你把我老郑当她娘的什么人了 哎呀 一个小女人嘛 年轻不懂事儿 哎呀闹就闹吧 没关系啊 红红就得了 至于她夫妻出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不都在找吗 找到了 当然好找不到 没办法嘛 谁家没有他妈有本难唱的谱啊 去吧去吧 吃吧 吃吧 六大 你可别学我啊 你这个三妈妈 太闲了 让余太太 就给部队上用勤务兵一个道理 这勤务兵 勤务兵得勤着用 要不用 让她闲着 她就不高兴 甚至一多余 玉婷啊 这怎么好比啊 那合着你当我们姐妹们都是勤务兵啊 想要有这么贵的勤务兵啊 只是养的不够开 帅爷 啊 啊 来吧 找着了 城南尼谷安林找着的 妈了个发子 奉执啊 这几天啊 你车过时间 带我去看看她 行啊大姐 没看出来啊 这才几天我爸就这么重用你 你可别笑话我 我爸那么一个尊卑有序的人 让你小胖 掺和的老胖之间的恩怨 这叫笑话您 我也不知哪样 自打我进你们家 你爸就一路提携我 上天他老人家私人出资五十万 开办煤矿 找王孟兵当都办 对外称一民矿物局 你知道矿物局的业主代表谁吗 不会是你吧 这是我 那你得劳我有钱了吧 如果股票兑现了呢 我就应该非常有钱 这不是拿我的女人寒正我吗 嫌我陆陆无为吃软饭 不至于寒秦 至不至于我心里清楚 我跟我爸是要打一辈子了看来 你俩要真打就打 我一当而习的我哪管掉那么多 我也是看明白了 我爸就是看中了你这温吞的脾气 啥叫温吞脾气 傻呗 给我弄弄 身进去弄 происhad they come to the angels 脾气 顾到月底 预算 纹入子 背景 顾到月下 偷气 中心 第三声 三妈妈堆入空门 整个张家都难舍难分 不是嫌我替他家丑外扬了吧 不不不 父亲早就追悔莫及 他甚至在我们小辈面前 检讨了这么多年对您的冷落 别替他遮羞了 什么时候 你听说过张作霖认错检讨 是张作霖让你来的 他可真会挑人啊奉执 如果换了任何一个旁的人 我戴贤瑜都不会见 唯独你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其实 汉亲心里也有创伤 他一直为自己亲生母亲 不胜公道地为父亲冷落 耿耿于怀 因此 他们父子间有着深深的隔膜 作为汉亲的妻子 大帅的儿媳 我在想 既然我们跪在菩萨面前 我就应该努力地去弥合他们父子之间的敌意 宽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可能有的罪恶 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安清好福气啊 摊上你这么个上根的妻子 其实 我心里也一直没底 不知道我那冤家会怎样待我 听你这话音 你公公似乎已接受我出家的事实 父亲让我转告您 出家可以 但不要落发 这话一听就是他张作霖的 这话有什么不好吗 你公公心里明镜死 你给消脱了脑袋的三姨胎 会让他的子民们 感觉到帅府里的酷烈 和彼此接身入骨的仇恨 这对他的官生和面子都不利 可是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君王未可信 月灵啊 哥儿几个都在哪儿输他呢 我 就我三妈妈那事儿 弄得我们全家上上下下都受伤 别说玩了 在家连校都不敢出声现在 你说什么 你要上讲武堂了 你也知道上进了 哪个讲武堂啊 是你爹北京的讲武堂 还是咱们奉天的陆军讲武堂啊 那不稀奇啊 你你这顶天也就算个自娱自乐啊 啊 什么 听书也考上了 哎呦那就更不奇怪了 他爹张作相就是咱们奉天讲武堂的总办 那还用考 我爹哪让你爹开通啊 我想上哪儿不是我说了算 是我爹说了算 哎 你还真取钱呢 让你去算算心的 你还真赌上了 哎 我哪会打呀 就当孝敬长辈吧 哎 玉玲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正正输钱呢 哎呦 行了 别当肉头了 四妈妈最会出钱了 要孝敬我孝敬钱 真的啊 站在我后头 看我怎么孝敬那几个老娘 哎 要真来救兵了 行了 这人齐了赶紧上桌吧 啥救兵啊 我这顶天也就算个宋财童子 六子 这输了可不能忘回药啊 哎 二妈妈 这话就不对了 输了忘回药 那还叫男人吧 咱输得起 这就好 凤痣啊 你帮我来支一手吧 啊 来 没事 来 凤痣啊 替你五妈妈多输点啊 爷 姐妹妹的都在一起呢 说说说说说吧 几发都凑一块了 这不是找是非吗 凤智带的都 六子爷凑着那去了 雨婷啊 这老规矩也得改改了 何家欢乐呀 这小两口过一块去了 不也是好事吗 你何不许乐呵乐呵 这也是天伦之乐呀 行了 别摆你的臭架子了 走吧 走 替我摸两把牌 七条 还是青衣色呀 二姐 又你给点的泡啊 六子鬼精 我这老眼昏花的 二妈妈 六子也是不得已 不得已啊 今儿你的手气可真是 大姐 看到了吧 这就叫中国不亡 有我 爷来了 玩儿呢 好 爷 爷 爷 爸爸 爷 玩儿啊 玩儿啊 老二 我替你磨叽吧 爷 您可得替我翻本啊 您儿子今儿个把把糊 前面们可是损失大发了 不对呀 六子 你今儿是什么审明劲啊 奉智没给你打暗号吧 一桌子婆婆 媳妇三个脑袋也不敢啊 哪个不敢的呀 你四妈妈出钱老手 太爷 可不行在孩子面前这么回我啊 我有那么扎吗我 耍钱就耍个乍字 这不被抓住啊 那才是本事呢 是不是 六子 这坑我不能跳 我要说是 暗逢长辈排风不好 我要说不是 忤逆父亲大人叫唤 这档咱不能上 方志 在呢 你看这小子像不像我 汉青啊 反正我看他打牌吧 有意思得很 凡是我觉得该打的呢 配偏不打 我觉得该留的呢 他又偏不留 就有那么点精巧的不实在 这点跟您很像 你的意思是说 咱爹不老实 不是 这不说牌桌了吗 这个牌桌可以战场一样 谁老实啊 谁吃亏 我老张就是两个城河 这不老实 一个 打仗 再一个 打牌 今天打多大土头啊 老规矩 一桌五块 太少了 一桌就五十块 敢不敢 太大了 太大了 只要妈妈们同意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你要输了 我可不给你付账啊 我赢了 你得替妈妈们付现钱 再现钱 还不是这口袋进那口袋 咱这一大家的人 谁的钱不是你爸的钱 六子 我的意思吧 其实 我妈妈提醒得好 说得对 我这一个都讨了老婆的人 还得吃家里的 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什么是不是不是 当妈妈的 怎么老是唯唯误误误误 长志气了 爸 本来有些话呢 我是打算明儿个 再跟你说的 但是今天话赶话 说到这儿了 说说也无妨 我想学军事 去蒋武堂 自己养活自己 你干成吗 你要去蒋武堂 不行啊 别给我丢人了 蒋武堂 你去两天不干了 跑出来 我可是 蒋武堂的名誉堂长 你丢得起这人 我还丢不起呢 爸 别人能干 我六子也能干 别人干得了 我也干得了 就你这身条 就你这单薄样 你要当学兵 这真当不了 是啊 那学兵又脏又臭的 你耳水的 苦差事 你说呢 奉执 我呀 我听汉青呢 随他 什么叫随我呀 说句肯定的话不会啊 怎么了 当学兵太太委屈你了 我告诉你把我惹火了 你就跟我搬到宿舍去 跟那帮排长连长太太滚大炕 你别吓唤我们凤之丫头成吗 你要是能够坚持下来啊 你一出蒋武堂的大门我就让你当营长 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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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前提 你得找一个担保人 担保你真是去了 不能够跑出来 你跑出来了 我老张这张脸 往哪儿喝呀 吴妈妈 没有我的妈呀 吴妈妈 干嘛呢 爷 爷 吴妈妈 吴妈妈 你当真要做学兵 还有别的出炉吗 当初你爹和我爹说亲订阅之时 你爹就说了 打算把你往军事上培养 我说呢 我和他谈了几次他就是不开村口 我和他谈了几次他就是不开村口 他就是不开村口 原来早有安排 父亲就是父亲 盘马的儿子 盘马门工 一脚胜人 我看他是老奸巨华 所以啊 当张作霖的儿子 只可顺手 不可逆工 大姐今天帮着我说话呀 看你这话说的 为父者哪有不像着自己男人哪 可你在场面上都帮别人 做你们张家媳妇哪那么容易啊 男 一堆婆婆 弟弟妹妹加起来够两个班 再加上勤杂 厨房每天七十多个人吃饭 你爸又立那么多规矩 哪个我得照顾到 再说我这儿少些口舌 你那儿不也省心不是 男儿不展风之志 空腹天生八尺去 你就放心去 我这儿不会让你分什么心的 嫌弃啊 大姐 你以后关上门 能不能别老管我叫大姐啊 咋啦 不是 叫着叫着都把我叫老了 对对对对 女人最怕的就是老了 这老可怕极了 大姐不好 那咱们以后就叫 小大姐 又小又大 不是 你说我这宝人 当得是不是特傻呀 万一哪天汉清甩大袖子了 我这脸是搁哪儿倒行 你怎么办呢 又磨磨叽叽的 好不容易把他 引这儿入了套 他没反悔 你在这儿要反悔 套 你下套了 你以为这小子和他那几个私囊 是自愿考学呀 狗屁 全是我安排的 老头子干吗呀 他找我干吗呀 别这个口信 这是公子口气 你不是公子了 是我们卫队旅的少卫排长 你说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我什么时候 承你们卫队旅的了 这是蒋武堂入学规矩 第一期生 不向社会公开招募 一律从军中考试选拔 必须是这个身份 所以六子 学校不比家里 别拿你那个少爷脾气 都反赶着 打你黑枪都没准 你得加紧的位吧 安全 懂吗 爸 爸 来来来来 小六子 知道我为啥 把你叫到这儿来说话吗 不知道 记住啊 牌桌上说话是永远不会算数的 大事必须在公堂上说 要记住 怎么样 想好没有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要干这一行 就要把你那个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啊 还来得及啊 今后那枪子 你儿可不认你是谁的儿子 爸 叫我来就问这个呀 就这问 我 你儿子 不怕死 这可是你说的啊 在这个公署大楼里说的 老天作证 万一 日后有个什么好歹 你妈妈的在天之灵 也不能找我的麻烦 找了我也不认账 爸 你还真挺有意思 这父子来的话 说完了 别带话就不是 我这奉军司令讲的 会有人跟你讲 你儿子 IDEA 儿啊 去吧 你们三个班长 下棋 会不会 报告区队长 我不会 李正 你 向后 站 出去 你呢 会一点 能赢得了我吗 回去队长 恐怕不能 这样赢得了吗 报告区队长 如果您的老实人不动 我可以赢你 试试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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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国教官 您要找的人选 我给您物测到了 一七五班班长 楚日欣 奉明报到 哪儿人呢 凤天海征人 入学前 何不何之 二十七师 五十三旅 中卫连长 总司令的公子 要来读咱们讲武堂 就安排在 你一七五班吧 长官的意思是 要让张总司令的儿子 到我们五班 是的 可是 可什么呀 报告长官 我也不会伺候人啊 没人让你伺候人 带好了别出纰漏就行 薛运生九点钟到校 你去淳达室接待一下 我们就不便出面了 此事不宜声张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麻烦事 唐静波 到 祖籍山东 入校前任混城武力 吉江排长 你好 再往前是个盐贩子 专门从海边往蒙古倒腾盐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此人手闲得狠 巡礼 到 这个五十三旅勤务排长 此人做勤务 觉得是个老手 这资历啊 带从辽阳城的脆香楼算起 人城大茶壶 你好你好 好 到底是金玉指甲 手心绵软 眉眼精神 脚下坚定 茶壶呀 瞧见没有 这一见面这马屁就拍上了 老夏 来 老夏 过来过来过来 来 总司令部的司务长 颠勺的大师傅 勺的一手好卤菜 他自己曾对话口说过 你父亲都吃过他做的 葱烧海参 还一脸赏了三个好啊 这可不是夸口 真吃过 不信你回家问问他 我老夏 可从来不说瞎话呀 你好你好 总之呢 咱们一七五班 是人人身怀绝气 各有所长 慧翠与此 共同学习现代军事 是缘分的 张元朗同学 你也表个态吧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毕人张学良 从一落生 就跟军人们混在一起 对军人不陌生 但是 今天自己 穿上这身衣服 有点涨不涨飞 那 我就表个态 我是一个新兵 以后就要跟大家 人家在一起生活 一起学习 我们共同成长 还要靠前后左右这些弟兄们 希望到毕业那一天 我们都能成为家人 成为好兄弟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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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教官 张作霖的儿子入校了 是吗 啥时候的事 就刚刚 这都叫啥事 把咱学校当成什么了 公子王孙的玻璃鱼缸 玻璃鱼缸好啊 甭管是谁的儿子 一举一动 都在所有人的眼里 好事 郭教官 郭教官 我刚才还在寻思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还不来啊 他们为什么没把咱们几个分一个班啊 咱分一个班 那还不闹翻天了 咱四人业一般合着不远 这就是蒋武堂 得把你们这些死党 分得无可再分 你们怎么都把头剔了 这叫陆军头 陆军头 瞅瞅瞅 中间剪短四周剃光 蒋武堂规定 所有学员一律剃陆军头 那怎么没人让我剃呢 你顶着卫队吕军官险属于指挥官 不用剪 指挥官不用剪头发吗 指挥官用脑啊 需要头发保护脑呗 还有这说 没听说的 吹你的吧 吹你的 你干 活不可 来来来 你们整明白没有 你们整明白没有 俺哥哥顶着军官头衔还得剪 不瞒您几位啊 蒋武堂所有同学 个个顶着军官头衔 就是 所以 熊悦啊 赶紧给张云莱同学 到分上去 这事啊 对嘛 这才合理公平 所有学员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来来来 阿姜 这哪子看一眼 跟四楼的终于 那我说上再见 老乡 凳子 凳子 来来来 踢一边 来来 哥几个 掌 掌 你瞧哪一眼 踢了啊 踢了啊 这踢了啊 哥这几个 呸 东北陆日教武堂于开创之日 特此颁布 军令十二条 以阵军风校风 缓造我东北陆军的不是之师 条令第一 林阵进退 不停耗脸者 及战后不归务者 斩 条令第二 林阵回谱退缩 及交涛接二私语者 斩 条令第三 林阵探包不实 诈弓贸伤者 斩 你还能指望这个老书 我跟你讲 跟老三没死 林阵奉命怠慢有务容积者斩 条令第五 林阵一师军械 及林阵 为受伤抛弃军械者斩 这个张军下出哪儿挑来的 怎么姓斩斩斩斩 这哪儿像学校 就是 他也就是大忽悠江武堂的学员 条令第七 林阵换下军心者斩 条令第八 林阵散慢戴战者斩 调令第九 林阵扰乱军机 怕死怕恶伤者斩 调令第十 林阵盲目出击 不听指挥者斩 调令第十一 林阵寻取私仇 私奋者斩 调令第十二 林阵勿传军力者斩 十二条军令 宣布完毕 下边 下面让我们恭请东北入军讲武堂名誉堂长 我们敬爱的总司令 座林尚将军许花 刚刚 座林与尔等一块听了一大堆斩字 不怎么明白啊 咱今天是开学哪儿杀猪呢 不错 有些事 我们需要知道 还有些事 我们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咋办啊 学习啊 学那儿 好好教 学那儿 好好学 都给我好好占 répond好了 我孙老婆不能给你们 什么都不能给你们 好 好 你们也转了点啊 就是啊 就是你也配吃冲烧海参呢 你这眼起哗的 连这母鸡都藏不住 还冲烧海参呢 你也配 冲烧白的根 徐崇业真干过纪远 那又不见了 真的 那他怎么进的五十三十个月 还当着勤务排长 我跟你说你最初的传奖 真小啊 就是他们传奖姨太太介绍来的 他们团长的姨太太 以前是那个就 绿乡楼的头牌 你看这几个个的啊 虽然把插的 他这胖乎的 没几个是正经八百考进来的 都是拖着食物关系来的 那你以为 拖关系了 我没有啊 我正在光明花前来的 好了 没啊 给谁买的 那你告诉你妈 我告诉你的 你告诉你爸 那人不玩犊子了 那你借我钱啊 你这晚上卖盐的时候 更有钱啊 你怎么不接着赚钱呢 怎么跑部队来了 没法饭了 跟黑道上节仇了 想要保命啊 就得找比黑道更狠的 朕前头啊 想要活命 要不作匪 要不当兵啊 我发炸 不跳 把你扒开 都给我带过来 瑞瑞 一九八 经理 跟我走 没 没吃完呢 走了走了 哎哎哎 慢点慢点 全是土 吃 一 二